2020年10月15日,大天使麦克尔,凤凰涅槃,金之桥即11月11日满月门户,传导,C列分。 10月和11月的扬升能量正在加速,亲爱的光之灵魂们,我们知道对于你们和地球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这一年震惊、惊喜、冲突和分裂的事件似乎还在持续,这让许多人感受到了压力、疲劳和困惑,但是,我们希望你们知道这是因为扬升过程正在加速,并且你们正飞快地进入更高的频率中。 亲爱的们,的确,你们在这一年内完成了整一生式的体验,这是因为你们正在完成一个重要的体验循环,然后开始了一个新的体验循环,旧的循环是三维的,新的循环是五维的,此时此刻,这两个维度的时间频率是同时存在的,形成了一个混乱的涡旋,这对于旧的矩阵和网格的崩塌并为新的可能性注入种子是必须的步骤。 在这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不稳定时期中,通常很难看到过程,也很难知道哪些量子种子即将发芽,并显化出正在诞生的新地球。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意识到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要始终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引起你们注意的那些频率。 力求停留在和平与爱的更高频率中,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十月和十一月,你们将需要保持平衡和居中,以应对在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一日间即将出现的强大能量,十一月十一日天仙门的满月。 凤凤是十一月十一日门户的象征。 十一月十一日门户是极其强大的门户,可以让你们和地球调整自己的时间线,并随住你们的进化和显化,创造出新的更高的体验。 在从十月的满月到十一月十一日的门户之间的这十一天的门户期间,相对于太阳,地球已经从天乘座转到了天蝎座,明亮的天蝎座α星主导住夜空,而星际频率是强烈而有力的。 天蝎座的象征是蝎子,但鲜为人知的符号还有鹰和凤凰。 蝎子代表了天蝎座的下层或阴暗面,也就是本能和侵略性。 如果某些人是冲动和无知的话,那么你们可能会看到他们来自动物的本能和侵略性。 但是,第二个符号,也就是鹰的符号,是代表着那些灵魂觉醒并拥有看到整个大局的智慧的人。 就像老鹰一样,它们可以在混乱中翱翔,敏锐地行动。 但是,亲爱的鹰们,你们中的那些正在和地球一起转化、转变和扬生的人们将会跟随凤凰涅槃。 这代表了旧的和过去的事物的完全改变,以及新事物的诞生和持续的显化。 凤凰是天狼星的星际导师们用来形容混沌创造过程的象征,他们称其为不死鸟。 在它们的智慧故事中,不死鸟会存活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次生命的尽头燃烧并消灭自己。 但是,在燃烧的灰烬中会出现一只新的不死鸟。 这个故事代表了生命和物质现实创造的循环过程。 那些正在经历凤凰涅槃的人们会觉得,你们所熟知的一切都被带走了。 你们可能会感到困惑、悲伤或愤怒,又或者,如果你们允许自己在接受和服从的位置经历这个过程的话,你们可能会感到很平静。 你们会知道自己正在遵循着造物法则,并让自己在自我和体验的新循环中获得新生。 这将会非常激烈,并将会在11月11日这天到达11、11门户的高潮。 金之桥,从满月到11月11日,10月蓝月满月之后的11天将是新旧交替的桥梁。 那些有意识和觉醒的人会寻求以内在的和平与宁静来越过这座桥,保持冷静并保持平衡。 大桥将于10月31日满月开启为幕,这是我们熟知的万圣节或万圣夜,在凯尔特节日中的萨温节,这也是西班牙文化中的亡灵节。 这是两个维度之间的面纱非常薄的时候,这些节日都是为我们的祖先和灵性领域的祖先庆祝的。 这段时间会与非常强大的蓝月满月对齐,蓝月就是10月份的第二个满月。 这是金色多维桥梁的开放,这是祖先的和深层的DNA,疗愈和清理旧信仰和旧程序的完美时间。 亲爱的们,放手并释放你们祖先DNA,终于经编码的所有过去的恐惧和故事吧,让自己感受与天使家庭亲近,并当你们准备好显化新地球的时候,呼唤他们来帮助你们疗愈和平衡。 当满月能量到来的时候,能量会随之放大,因此保持在爱的圣心殿内并且不让自己陷入愤怒和分裂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国大选期间,随着人们情绪高涨,会很有可能陷入愤怒和仇恨。 我们请求你们不要陷入分裂、冲突和二元性的能量中,因为这必将把你们拉低到旧的、崩溃的三维现实中。 相反,你们要专注于通过光之金桥而通往11月11日门户。 当地球进入天蝎座α星系统的能量区域时,天使和银河家庭会为你们提供支持,而天蝎座α星的光之理事会会为你们发送支持能量的光之代码。 当你们在11月11日前往1111门户时,能量会继续累积。 1111门户本身是由天蝎座α星人和卯素星人所保有的强大的意识之门或者说时间、空间之门,并且它也是离银河系中心、银河系中心太阳最近的门户。 因此,银河理事会对1111门户的能量也很感兴趣。 你们会收到一波钻石光之代码的传输,以协助完成这个过程。 而这个传送门的最终能量会是伟大的母亲、神圣女性或神的存在的能量,他们的爱之存在是对所有人的神圣之爱和同情。 当凤凤凰在天使之火的笼罩中涅槃时,这些强大的能量传输会加剧低维度的混乱。 但是,我们亲爱的医们啊,我们请求你们把内在只眼聚焦余光的金桥上并充满感恩地通过十一十一智慧门户。 当不死鸟,凤凰开始显现出新的形式和形状时,混乱越是剧烈,新事物的繁荣和诞生就越是强烈。 我们祝愿你们在这个强大的时代充满感恩和爱,永远记住,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单,你们永远都被爱住,被支持着,你们只需要请求,天使就会与你们同在。